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便因为强奸或乱伦而怀孕的堕胎 今年是大选年 总统要举行大选 竞选连任的民主党籍的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 选战中是支持人工流产的权利 警告如果是换共和党政府上台 美国的堕胎权就会进一步的缩限 好 再来我们看的呢 这是各位的荷包 我们看到的这是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逐渐的接近联邦准备理事会 所设定的2%的长期目标 外界还是普遍预期联准会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开始降息 只是究竟什么时候出手还不明朗 而联准会在31号做出最新利率决策决定时 几乎确定会宣布维持关键放款利率不变 不过分析师说联准会可能还会释出更多一些 关于降息即将到来的暗示 上一次联准会做出利率决定时 所发布的经济预测当中表示 决策官员预测今年会多达三次降息一码 只是没有说明开始行动的时间会是什么时候 曼考弗马克的经济学家在最近的投资人报告中说 预测是三月降息 而威斯法国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日前则表示 尽管近期通货膨胀数据让三月降息的希望继续存在 但是认为还是为时过早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是美国军方说有一架无人机在昨天攻击了约旦一个基地 造成三名美军丧生 25人因此受伤 美国总统拜登把这起攻击归咎于伊朗所支持的武装团体 也始言要予以反击 这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伊斯兰激进运动哈马斯在加萨交战数月以来 首度的传出驻中东各地美军在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袭击下死亡 使得风险升高 美国官员还在致力针对事件是哪一个团体所为进行最后的确认 不过已经评估那是伊朗所支持的多个团体的其中之一 而在美国设在约旦的这一处名为Tower 22的军事基地 遭无人机攻击 三名美军因此上升 在这座基地是位在约旦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交界处 战略位置很重要 只是外界对它所知还真的很少 一名美国官员说最少34名美军在这一场无人机的攻击中受伤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巴黎的报道 和与会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士说 美国中情局的局长伯恩斯与埃及卡达还有以色列官员 昨天在法国巴黎他们为加萨停火展开会商 以色列表示相关讨论负建设信 不过还是存在重大的差距 那么消息人士说 中情局的局长伯恩斯和以色列 以及就是卡达的总理会晤 消息人士也证实在华盛顿邮报上个礼拜的报道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派伯恩斯 试着协商释放目前还遭哈马斯挟持的以色列人职 以交换停火 下边看前美国联邦众院议长佩洛西在昨天说 他认为在美国诉求加萨停火的若干抗议活动 可能与俄罗斯有关联 联调局应该针对他们的资金展开调查 一些人权倡议人士则驳斥贝洛西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抹黑 贝洛西在电视访谈中的这一提出的说法 但是没有提供证据 贝洛西那么表示总统拜登对加萨战争的政策遭到反对 是否会在11月总统大选中对民主党造成伤害 那么这也是第一位深欲卓著的美国议员 就诉求停火的美国抗议人士 受到俄罗斯领导人支持一事提出了指控 暂时还没有办法和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取得联系 在媒体方面就此得到任何相关的评论 接着看到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高阶官员则指出 美国和中国官员30号会在北京 就阻止毒品Fentanyl成分的生产展开 多年来的第一波会谈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拜登总统去年11月 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谈 同意成立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 展开禁毒合作 打击全球非法制犯的药物 包括了Fentanyl这些合成药物 华府方面则期盼中国在打击生产 Fentanyl的先驱化学品的公司 以及在切断Fentanyl贸易金融活动方面合作 合成鸦片类药物Fentanyl的药效 可是比海洛因要强好几倍 接着看到在中国多年来 它都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不过由于中国经济疲软等因素 双边贸易额有下降的趋势 因此美国在今年有渴望可以取代中国 而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由于美国在11月总统大选前 内需渴望持续扩大 增加对德国产品的需求 反观根据中国德国商会的调查 在中国经营的德商对景气展望保守 因此报告预测只要趋势不变 美国在今年是渴望可以取代中国 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接着看到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德斯 在日前说菲律宾和美国有意在今年3月 要在马尼拉举行外交及国防最高官员的 2 plus 2的会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 也预计会在3月会见菲律宾的外长马纳罗 以及国防部长铁欧多洛 这是美国与菲律宾外长加防长对话机制 在2012年启动以来 首度会在菲律宾举行类似这一类的对话 最后看到美国前总统川普 目前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中 他的初选中只剩下海力一个对手了 而这一位对手海力则说 川普是想靠霸能来获得提名 海力也指责共和党高层 企图提早宣布提名川普 海力说提名程序还是处于早期阶段 目前为止 共和党人只在爱荷华州和纽亨布甫州投票 他也提到 川普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施压支持他 但是结果到现在还是未知数 带给朋友们的 这是在国际方面的报道 朋友们德州中文台 我是护美杰 接下来和我一块关心国际方面的新闻 国际方面的新闻 第一个我们先看到 这是在约旦 约旦就在昨天说 造成三名美军丧生的无人机攻击 并不像华府稍早所说的 发生在约旦国境之内 而是发生在靠近边境的 叙利亚军事基地内 约旦政府发言人做了上述的表示 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 在昨天28号无人机单向攻击 对靠近叙利亚边境的 约旦东北部的一个基地造成冲击 结果三名美国军人丧生 接着我们再来看伦敦的报道 欧洲石油业巨博 可牌集团在日前说 将在2025年底前关闭 位于德国韦瑟林的一座炼油厂 而把厂房转为生产润滑油原材料 作为它减少碳排放的行动的一环 可牌集团他说 这一座炼油厂的加轻裂解工厂将会改为生产第三类基础油 年产能大约30万公吨 相当于欧盟目前基础油需求的9%和德国需求的40% 第三类基础油主要将是用于引擎 而肖的这项行动也预估使得它的营运碳排放量 也就是范畴一和二的排放量 每年可以减少大约62万公吨 另外呢 英国首相苏纳克在今天宣布计划禁止销售一次性电子烟 防止儿童使用电子烟 并且还重申政府有意推出一项法律 阻止年轻一代购买烟草 根据新的法律 电子烟的口味会受到限制 并且还会采用素面包装 改变电子烟的暂时方式 来降低他们对儿童所产生的吸引力 伦敦当局表示 在各类可预防的健康杀手中 吸烟在英国可是排名第一 有四分之一与癌症相关的死亡 是吸烟造成 相当于一年大约就有八万人了 去年十月 苏纳克就宣布计划通过一项法律 意味着2009年1月1号或之后出生的任何人 终身都不可以满烟 哇 这可是真的是破天荒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法律 好 下边我们看到哈尔辛基的消息 芬兰在昨天举行了总统大选 在几乎完成所有选票的计票后 选前看好度最高的前总统史塔布和前外交部长 分别以超过25%的票率 笃定进入2月11号举行的第二轮的绝选 芬兰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后 打破了数十年部结盟政策 加入了西方防卫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那么新总统将引领 在这一个新角色之下的 芬兰外交和安全的政策 另外在法国的消息 根据调查YouTube自去年下半出现了十多个 亲中反美的法语假频道的网络 以AI生成的配音和照片为主 多有错误和垃圾内容 中国则透过被称为皮影系的新型影响力作战 也希望能够企图形塑在国际方面的舆论 这是法国世界报通过调查 在日前揭露了YouTube出现的法文假频道网络 新闻转到印度 俄罗斯是印度最大武器供应来源 不过印度消息人士则说 在俄罗斯供应军需品和备用品的能力 因为俄乌战争受到限制之后 印度正在寻求与俄罗斯保持距离 不过印度的这个举动可是得要谨慎 避免把莫斯科更推往中国靠近 在现在新德里的智库俄罗斯专家则说 不太可能印度与俄罗斯签署任何重大的军事协议 那么也有四位不具名的印度政府消息人士说 尽管莫斯科提出包括最先进的卡莫夫直升机 苏凯和米格战机的提议 还提出在印度联合制造的用因 但是不再依赖俄国所制武器的观点 在印度仍然存在 下边看日本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在今天说日本登月探测器已经重启了 在表明探测器已经恢复了电力 而这个登月探测器1月20号登陆月球后 探测器的太阳能电池出问题代表无法发电 不过现在看起来就是探测器恢复电力 日本登月探测器已经重启 另外看到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 那名救济工作署的部分工作人员 被控涉及哈马斯去年10月7号 对以色列的攻击之后 现在日本政府也宣布将暂停 对这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 而在此之前 已经有数个国家采取类似的行动了 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杰 而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喘口气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新闻当中的时候 毫无一同关心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 看到在现在中国媒体说 中国与泰国昨天就在曼谷签署了互免签证协定 3月1号起即将生效 泰国总理赛塔这个月2号宣布 3月1号起和中国互相给予永久免签待遇 形容双方互惠免签将会升级两国的关系 那么在现在中国政府也宣布 在单方免签之后 包括了马来西亚 稍后也公布 由去年12月1号起 同样的给予持有中国护照者30天的免签 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今天说 多名美国留学生近期由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时 遭到美国边境执法人员的盘查 滋扰并且被注销签证遣返回国 对此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已经向美国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在现在官网也提醒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谨慎选择从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 那么文章中说 这些留学生都持有的是合法的证件 是在回国休假 到第三国旅游或参加会议后回到美国 或者在新生入学时到美国 期间受到长时间的询问 所带的电子设备也受到检查 那么文章中说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只高度重视 维护中国留学生人员安全和合法权益 就此已经向美国方面提出了严正交涉 下边我们则看到 这是在中国官方说 河南省西部三门峡盆地中部的林宝寒谷关镇 发现了高产工业的油流 经过现场的测试评估 确定油井每天原油产量17.13吨 估算原油资源量将达到1.07亿吨 由2024年全国地质调查工作会议上传出的相关消息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在位于三门峡盆地中部的林宝寒谷 这个谷关专货高产工业油流 在三门峡市是在河南省的最西部 矿产资源很丰富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围绕全国中小盆地展开油气资源 选区评价 选择南华北地区三门峡盆地 来作为重点的突破区 接着在中国住建部也放出了讯息 预计在1月底前提出第一批 房产专案融资的白名单 将可以争取贷款 专家则分析 这波工作强调支持专案合作融资需求 而不是支持企业 针对性是加强了 在这一个中国住建部26号 召开了相关的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部署会 针对目前部分房地产项目融资难题 各地要以专案为物件抓紧研究 提出可以给予融资支持的房地产专案名单 协调行政区域内金融机构发放贷款 精准有效支持合理的融资需求 另外中国住建部计划1月底要释出房地产专案的白名单 金融监管总局则强调精准支持合理融资的需求 两个单位讯息的步调现在急缓并不统一 专家则认为在银行放贷风险担忧会难解 更需要的是要有相关机制来作为日后的把关 而中国足坛反腐案审讯今天起揭开了序幕了 中国足协前主席陈虚源被控受贿人民币8103万元当庭认罪 法庭将会择其宣判 另外他先前也承认收贿推荐李铁任男足国家队的总教练 在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开庭审理了陈虚源受贿一案 陈虚源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法庭宣布将会择其宣判 另外中国理财公司频频传出爆雷 除了面向高净职人士的中职集团申请破产 号称以玄学投资的顶一峰 现在也出现了兑付的危机 大量中产投资人因此损失惨重 在今年以来 顶一峰办公室追讨本金利息的投资人 是络绎不绝了 在现在顶一峰创建2011年 13年的疯狂扩张 他们公司说 目前拥有超过50万名投资者 资产管理规模超过人民币1000亿元 接着看到来自跟香港 跟这个是恒大相关的消息 香港高等法院今天向中国恒大发出的是清算令 一旦生效 恒大就必须进入清算的程序 分析则指出 恒大的案例将会让其他正在重组中国的房企丧失信心 对于中国经济也会造成打击 来自上海的报导 恒大集团在29日今天早上遭香港高等法院颁布强制清算令 虽然这一次只是涉及恒大集团和旗下的子公司无关 但是这些企业的股票已经在上午暂停买卖 分析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下 子公司的前景也不会太好 那么香港高等法院已经委任清盘人 恒大卸股票是全面的暂停买卖了 根据在香港媒体的报道 高院委任安麦企业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黄勇诗为清盘人 黄勇诗在聆讯之后说将会维持恒大的正常运作 也会尽量保留恒大业务价值和债权人获得还款的机会 同时还考虑任何可行的重组方案 而香港高等法院今天颁令中国大型房企恒大集团清盘 专家就说恒大管理权可能交予清盘及专业人士 而股份可能面临的是长时间的停牌 也形容这次的清盘可是前所未见 也是一个具标志性的案例 朋友们这是带给大家在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你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下边我们的焦点将转到台湾方面 一会收听台北新闻主播的播报 德州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央广主播张旭华 在台湾的消息方面 民进党立院党团今天举行党团会议 会中正式通过推举现任政府院长游锡坤 蔡奇昌角逐新国会龙头 游锡坤表示 虽然对于选举结果没有把握 但他有信心会全力以赴 游锡坤会后受访表示 他与蔡奇昌已经获得党团会议 支持他们参选立法院政府院长 他们将依序前往拜会民众党团与国民党团 而对于媒体询问 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当选人韩国瑜 与立委江启成组成韩江沛 角逐立法院政府院长 江启成宣示 如果韩国瑜没有当选院长 他则退出副院长选举 将与韩国瑜同进同出 民进党的邮昌沛是否也比照办理 游锡坤并未正面回应 仅强调他与蔡奇昌没办法预料选举结果 虽然有信心 但没有把握一切全力以赴 游锡坤说 我的先投票 投票难道说 这个我不知道你要问 意思是说我当选还要再辞吗 是不是这样 所以如果您当选 那是副院长 如果假设蔡副院长 我是相信 我是相信 我们两个都能够当选 我们有这个信心 虽然他没有把握 但是我们有这个信心 我们尽量来努力 同时游锡坤在拜会民众党团前 也先针对国会改革交卷 强调包括建立国会听证调查 但依照委制度等改革 他个人竞表赞同 针对国民党韩江沛 已经先行拜会民众党团拉票 民进党团总召科建民表示 游昌沛若前去拜会 党团尊重 但他不会陪同 他并提醒民众党对于支持韩国瑜当立法院长的后遗症 要想清楚 蓝绿不会被民众党下持 蓝绿在立院龙头之争即将在2月1号登场 为争取支持 国民党政副院长候选人韩国瑜 江启臣今天前去拜会民众党团 双方进行40分钟闭门会谈 韩国瑜会后受访表示 首先肯定民众党安排会面的方式贴心又细腻 而且效果卓著 接着透露他们在会中沟通国会改革 以及未来在野能否联手满足广大台湾人民的需求和期待 交流过程几乎无所不谈 并澄清说密室协商并非利益勾结 如今国民党在野没有任何资源 韩国瑜说 我们沟通的几乎是无话不谈 而且所有沟通的意见都说得非常的彻底 另外就是情感的交流 很多人都说密室协商好像有利益勾结 我要再一次的澄清 当今的国民党是在野 我们没有任何资源 所以我们只有无比的真诚 来跟民众党来交流意见 请各界不要用负面的思维来看 这一场良性又健康的拜会 有关会谈内容 韩国瑜说 会中谈到民众党所提的四项改革 但没有触及委员会单一赵伟志 民众党准立委黄国昌会后受访时 特别感谢韩江沛代表国民党健康交流国会改革想法 两人也二度在媒体前拥抱气氛和谐 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今天公布 一月消费者新星指数CCI为72.14点 冲上一年十个月以来新高 购买股票的时机也静阳来到58.68点 为三年十一个月以来最高 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分析 俄乌战争引发全球严重通膨 不过影响已经逐渐消除 由一月CCI指数显著回升研判 当前国内消费信心已经回到恶物战争前水准 至于推升一月消费信心的主因 则与出口回弯农历春节效应有关 观察CCI六个分项指标 一月群数上扬 其中上升最多的前三项依序是 投资股票时机、物价水准、购买耐久才时机 吴大任指出 近期台股行情大幅回升 并且已破万八大关 这次调查当中 民众对于台股信心创三年十一个月以来最高 回到疫情前水准 物价信心方面则是创两年以来新高 购买耐久才时机虽然只有小幅上扬0.15点 但也来到一年八个月以来新高 蔡英文总统今天赴中央研究院视察 由国科会及中研院共同资助的量子电脑计划 见证台湾首部自研自制五位元超导全系统量子电脑 蔡总统至此时指出 中研院开发出台湾第一台五位元超导量子电脑 这是台湾发展量子科技的重要里程碑 期盼未来中研院持续扮演火车头的角色 为全世界的量子技术贡献重要力量 总统说台湾不只有国机国造 国舰国造 自制卫星 现在更有自研自制的量子电脑 不只上太空更能走进未来 他说 那么这些都再次证明台湾制造是一代进一代的努力突破 更是台湾人的骄傲 那么台湾的制造不仅能够在天空 往太空 航向海洋更可以走进未来 总统指出 量子电脑已经被视为下个世代的运算工具 台湾从2022年开始的五年内将投入80亿元 提升台湾量子科技实力 总统说 当世界各国都在为做出第一台实用量子电脑而努力 中研院团队的成果是非常亮眼的突破 总统也提到 现场有很多年轻的研究员 他们都将在这个领域持续发展很长的时间 成为台湾未来的资产 长榮航空机师酝酿春节前后发动罢工 经过连日来协商 劳资双方28号晚间达成四点协议 并在行政院正式签约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今天受访时表示 劳资协商有很多努力过程 经过20小时密集协商签署协议 他肯定长榮航空与机师工会发挥智慧 创造双赢 机师工会感谢郑文灿 劳动部次长王安邦积极协调劳资协商促成协议 不过针对旅行业仍然主张应该修法延长 现行只有24小时的罢工预告期 交通部长王国才则表示 这个提议在2019年华航机师罢工时就讨论过 但劳团认为罢工投票就是一种预告 如果再修法延长将损及劳工权益 因此劳动部目前是倾向不修法 不过王国才也强调会将业者的心声传达给劳动部 但重点还是要劳资和谐 定期与工会沟通 才能及时化解争议 避免走上罢工之路 针对部分旅客因为担心长榮机师罢工已经事先退票 现在危机落幕 权益等同白白被牺牲 王国才表示 对于这些退票旅客或旅行团的权益 长榮航空已经允诺会妥善处理 日本熊本日日新闻报道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板本折制 28号在一场地方会议上说 台积电正在评估新建的日本第二座工厂 将落脚熊本县居扬丁 台积电方面最快将在2月6号正式对外宣布二场地点 对此台积电今天回应 仍然维持今年1月公司法说会的对外说法 目前没有进一步资讯可以分享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在1月18号法说会上强调 美国、日本、德国设厂计划不变 其中日本熊本厂预计2月24号开幕 另外现在也正和日本讨论 评估设立日本第二座晶圆厂 有机会导入7奈米制程 据美国亚利桑那州厂 刘德英表示 按照计划会在2025年上半年 开始量产4奈米制程 提供与台湾晶圆厂相同水准的制造品质和可靠度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与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兼外长王毅 日前在泰国曼谷会谈 中国外交部在会后的新闻稿指称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台湾地区选举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是台独 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也是台独 外交部严正驳斥于谴责中国 一再恶意散播扭曲台湾主权地位的说法 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而且我国这次总统大选 充分展现台湾民主政治的成熟稳健 获得全球100多个国家的中心祝福 也再次验证国际社会常年公认的事实与现状 外交部指出 中国才是破坏区域与台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其所谓台独谬论根本不成立 国际社会都应该有所警觉 并共同关切与谴责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重点新闻 谢谢收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版杳筒 中文字幕志愿者 表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版杳筒